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后历经了许多坎坷的后母屋顶就是在安阳发现 那么后母屋顶究竟遭遇了怎样惊心动魄的劫难呢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 距离中国河南省安阳市五关村不远的小藤村 抽脱了很多克制的甲骨 并且这些甲骨还被商人高价收购走 于是五关村的人们也开始寻宝售卖 吴熙增就是五关村寻宝人中的一员 1939年3月的一天 吴熙增像往常一样开始了他寻宝的工作 他带着探杆边走边找 突然吴熙增感觉到手里的碳杆触到了坚硬的东西 他赶紧拔出碳杆 发现碳杆的尖头已经有些卷曲了 碳头上还带着一些绿色的铜绣 吴熙增心想自己可能是找到宝贝 但是白天人多眼杂 吴熙增怕自己挖到宝贝被人知道会招来麻烦 并决定等到深夜再悄悄的把宝贝挖出来 夜半时分 吴熙增叫上几个熟人来到白天发现宝贝的地方 几人拥起铁锹 卖力地挖起来 挖了十来米深 一个人的铁锹不知撞在了什么东西上 发出当当一声催响 吴熙增赶紧跳到坑里查看 只见一个青铜大饼 在土里露出了半截身子 几人急忙加快了挖掘的速度 终于大顶完整地出现在了众人眼前 这个大顶有一米多高 主体呈长方形 顶的四个柱组是中空的 顶腹上柱有饕铁纹 牛手纹等画纹 顶尔上还装饰着两个老虎 叼着个人头的奇异花纹 顶的密地上还著有后母物三个字 并且大顶非常重 几人飞了半天劲 也没能把大顶排出土坑 这就是在后来被称作 镇国之宝的后母物顶 吴锡曾发现这个大顶后心情很复杂 一方面他由于挖到宝贝而开心 另一方面吴锡曾怕自己保不住这个宝贝 又感到非常忧虑 当时五官村已经被日寇侵占 如果被日寇知道挖出宝贝的消息 大顶肯定会被日本人抢走的 于是在商议之后 村民们蒙事 绝不将挖到大顶的消息 透露给日本人 并且还将大顶悄悄埋到 吴锡曾的弟弟吴培文家的院子里 那么后母物顶 能够就这样摆脱被日本人发现的命运吗 虽然大顶的挖掘和隐藏都做得十分隐蔽 可日军还是得到了五官村有宝物出土的消息 当时侵占了五官村的日寇们 很快搜到了吴培文的家里 幸好大顶被埋得隐蔽 日军搜了一圈之后 并没有找到大顶 不甘心的日军随后每隔几日 便要到五官村大肆搜查 企图找到宝物 村民们合计着 当时时局动荡 若是留着大顶 说不定还会引来其他货端 与其让大顶被日本人带走 不如卖给本国的古董商 好歹算是把宝贝留在中国 于是村民们想尽办法 联系上了当时北平的大古董商 萧银青 萧银青得到消息后 从北平特意赶到了五官村 为了避开日本人的耳目 萧银青等到深夜 才在村民的掩护下 见到大顶的真面目 这个大顶 无论是体积还是文士 都让萧银青感到震惊 沉默了一会儿后 萧银青对村民说道 他打算出价二十万大洋 买下这个大顶 萧银青要求五官村的农民们 把大顶分割几大块装箱 这样才有可能将大顶 在日本人眼皮底下运走 农民们怕被日军发现 卖掉大顶的事 只好趁着夜色 用钢锯铁锤 试图把大顶分成几块 可费了半天劲 也只弄掉了大顶上的一只顶儿 吴培文等人砸着砸着 却渐渐下不去手了 这可是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 若是这么毁在自己手里 该多可惜 于是吴培文阻止了其他人 继续破坏大顶 放弃卖掉大顶的想法 决心将大顶留在五官村里 好好保护起来 吴培文将被砸起来的顶儿 藏到邻居家的空炕下面 大顶则被埋到了自家的西乌马棚里 吴培文想若是日本人找到了大顶 好歹还能留下个顶儿 埋好大顶没几天 日军全副武装 再次进了五官村 直奔吴培文的家 其他村民急忙给吴培文送信 让他快点逃 万一日本人抓着他严刑逃打 问出大顶的下落 之前的努力可就都白费了 奇怪的是 日军没有去追逃跑的吴培文 而是直接奔向了吴培文家中的马棚 村民们心中十分紧张 日军居然能得到这么精确的方位 肯定是有人走漏了大顶的消息 难道大顶就真的逃离不了日本人的魔掌了吗 日军距离大顶埋下的位置越来越近 谁知就在日军要走到埋着大顶的西乌马棚时 却突然拐了个弯 冲进了隔壁马棚 随后 这个马棚被日军翻得乱七八糟 地面也被挖出了好大一个坑 可日军并没有挖到想要的东西 只得愤愤离去 而后母屋顶藏身的马棚 就在距离日军大肆搜索的这个马棚几米之外 说起来啊 这后母屋顶可真是命运坎坷 在抗日战争那样动荡的年代被发现 不仅要躲着日寇的搜查 还险些被大卸八块 好在吴培文的决定啊 让后母屋顶避免了被砸碎的命运 可是日本人既然得知了五官村有宝贝 又怎么会轻易放弃对这里的搜查呢 这时候吴培文灵机一动想出了一个办法 他用一个弹羽儿帮后母屋顶 又逃过了一次日寇的地毯式搜索 一个弹羽儿怎么会有这么大的作用呢 他用个弹羽儿帮助去掉 他用一个弹羽儿的卖铁 也要把弹羽儿的码数刷拿到 这边刮员他用一个弹羽儿的形式 这边刮员他用一个弹羽儿的决定 点击用什么黑帮羽儿 那么多简单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日军见到谭鱼很高兴 以为自己找到了宝路 兴高采烈地带着谭鱼撤出了吴培文家 吴培文和村民们心中都松了口气 可是这谭鱼儿虽然跟顶形状有点相似 可是一来个头小 二来上面连个花纹都没有 做得并不精致 日本人会这么轻易地就被骗过去吗 果然没过多久 日本人就发现他们拿走的不过是个赝品 不由的恼羞成怒 再次杀到五关村 要抓吴培文 得知消息的吴培文急忙往村外逃 说来也巧 就在日本兵要赶上吴培文的时候 突然起了一阵大风 吹得漫天沙土 天昏地暗 吴培文趁机逃出了村子 为了躲避日本人的抓捕 吴培文开始了对井离乡的漂泊生活 而吴培文离开村子的举动 让日本人误以为宝物也被他带走 后母屋顶也暂时得以平安地留在五关村 可究竟什么时候 后母屋顶才能再次光明正大地出现在世人面前呢 后母屋顶寂寞地在马棚下被埋了七年后 一九四六年 国民党统治下的安阳政府得到了大顶埋下地点的准确消息 将顶作为蒋介石大寿的礼物运绑了南京 随后 大顶被存放在当时国民政府的中央博物院 在解放战争期间 大顶又险些被运到台湾 幸好大顶体积庞大 重量惊人 不容易运输 才免去了被运到台湾的命运 一九五九年 后母屋顶被作为镇馆之宝 存放在中国北京市新建城的中国历史博物馆 后母屋顶在被发现以后一直被视读为私母屋顶 直到二零一一年 经过文物部门的重新考定 正式改称为后母屋顶 后母屋顶的经历真是既坎坷又幸运 坎坷的是它一出土就被当时的日寇们寄予 还险些被砸成碎片 幸运的是它在五官村村民的保护下 一次又一次地躲过了日寇的搜查 如今经过修复的后母屋顶就存放在中国国家博物馆中 让我们得以再次见到三千年前中国商代的人们勤劳智慧的结晶 要想了解更多内容 请您关注国宝档案官方微博微信 好 感谢收看本期的节目 让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 感谢观看